小周就差了一点点 就其实小周跟他讲的这些话 比如说放松一下 或者说不要那么紧张 其实都是对的 但是他忽略了罗平跟他前夫的这种浪费的十年 罗平现在是补偿性努力 这时候你劝他放松一点 其实早了点 所以小周跟罗平的心理节奏是完全不一样 对 如果是十年前的罗平 他们现在这两个在一起会很黏 对 会很黏 是的 他现在罗平经历过了 他现在感觉好像在跟一个小孩交往的感觉 提不起劲的感觉 好累 他可以放进去感情 可是你要跟得上我的心理层面的节奏 因为我们节目的口号就是 相信还在出发 显然罗平好像是他爱过 但是他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再出发 他的步调比小周要晚了很多 那这个小周又能做什么呢 耐心 他是个耐心的人 但是要有人告诉他这一点 就是你要等一等罗平的变化 对 其实有一个问题蛮难回答的 就是失恋之后 你该如何调整你自己的心态和走出这个阴霾 赶紧再去认识下一个 对 然后有些人会不断地完善自己 对 变成更好的自己 然后有些人会把上一段失恋的过程中 所有自己犯过的错误都反向来一遍 对 我犯了什么 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做习得性自信 不管你怎么疗伤 你需要做的就是点点滴滴 让自己觉得这个事我又做成了 这个事情我又做成了 一点一滴 做饭也行 读书也行 见朋友也行 反正任何事情 只要你是有把握能够做一点成一点 做一点成一点 用不了多久 那个心就回来了 对 对